由领馆处举办的民师现场辉豪镇村联 生爱佳人送花苗活动 日前在水里向民族桥上热闹举行 不但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参与 领馆处也借此准备树苗提供民众兑换 今天我们领馆处就是跟配合我们当地的社团活动 然后特地在水里地区 欢迎民众来索取我们这些的门脸 我们这个春年都是很有特色 就是不容易退色 然后我们也结合的跟弱势团体做一个配合 就是只要民众拿两张发票的话 我们就是免费赠送一颗树苗 那也请各位民众就是响应我们这样的一个 除了可以绿美化之外 还可以帮助我们这些弱势的团体 弱势的朋友 来参加的民众对此次的活动表示肯定 不但有春莲拿也有树苗可以换 我觉得那个很好很热闹 然后在这个过年 接近过年的时候办这个送春莲 然后可以种树苗又开始那个 那个等于说是种树这样的意义很好 县员陈淑慧肯定领务局的用心 不但让水里充满新年的气息 也能做公益 在这个过年前几天 我们的任务局检测站 都会来配合到我们的文化推展协会 在我们水里充满新的民族教育 来赠送树苗 以及写春莲来赠送给我们老国 其实是我们的乡民 这个是一个悲伎行的一个活动 不是说基本一种活动 这也是结合到我们公益数项 来共同来做一个推动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活动 在过年前夕举办正春莲活动 除了能够吸引许多民众 前来参与以外 借此也能做公益 陈淑慧议员肯定领务局的用心 也祝大家新年快乐 记者邱平宜水里采访报导 我支持你